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我是柴瑩 今天請到華信投庫林和諺,林老師,老師好 柴瑩好,大家好,我是林和諺 我們都知道油價噴發會影響到通膨的疑慮 所以川普在選前也積極地抑制油價 如果央行政策再次反轉的話,投資人應該注意哪些呢? 好的,川普很積極,因為畢竟是個生意人 他對於油,對於利率,甚至對於美元 他都一直在監控當中 深怕這些問題會影響到整體景氣的發展 今天正好跟大家談油 因為在禮拜一的時候,4月22日的時候 當天晚上國際油價大漲了2.5% 對,因為以油來說,它是一種民生重要的必需品 它的波動如果過劇烈的話 那麼對於整個成本控制會比較難以掌握 對,所以正常依照我長期在研究油市 因為我從民國80年到民國83年 整整3年多的時間,我在國際期貨上面交易油 所以我對於油是相當娴熟的 而且也了解相當深入 今天正好利用這個時間來跟大家分享 我對於油的看法 很準喔,如果油你看得懂 那麼相對的總體景氣 對,也是會跟著一起動 你都能夠掌握得很仔細 對 為什麼在禮拜一,國際油價會大漲 因為美國封殺伊朗油價出口 而且對台灣、對日本、對中國 下了一個禁令 到5月3號開始就不能再跟伊朗購買石油了 那本來我們對伊朗採購石油 本來量就不多 去年只有一%而已 那今年當然也不打算再跟它來做購買 可是這樣的一個禁運令 就讓國際油價在禮拜一大漲了2.5% 那國際油價很多人對油價看法一定認為說 既然它是一種生產的成本 對 那麼如果油價漲成本墊高 對景氣是不好的 對 很多人會這樣認為 那如果油價低生產成本便宜 反而是有利於景氣的發展 沒錯 理論是這樣 可是實際上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看下一張圖表 根據我長期的研究 油價的高低 主要取決什麼 供給跟需求 供給端跟需求端的變化 也就是說需求端很強的時候 油價就會漲 對 需求端如果很弱的時候 油價就會跌 所以這是一個 無法避免的一個問題 所以供給與需求之間 其實油價有它固定的一個波動 我們來看下張圖表 後面連續兩張圖表 都是最近這20年來 國際油價的波動 油是一個很重要的商品 它有它的規律性 依照長期的研究 每年第一劑 油價必定會大漲 你知道什麼原因 因為北半球 因為全球主要經濟體 在南半球只有幾個而已 澳洲 紐西蘭 只有這兩個 其他都在北半球 不管是整個歐洲 甚至於亞洲這邊 中國大陸 日本 美國加拿大 全部都在北半球 那北半球只要1月開始 全部天寒地凍 所以需要燒燃煤 像我們是屬於亞樂帶氣候 沒有辦法去感受那種天候 可是只要長江以北 那個1月1號開始一定下雪 所以你燒燃油是必要的 所以每年1月份開始 整個全球燃料用油的需求會大增 所以第一劑 每年第一劑油價必定是大漲的 你可以從這張周線上 我把綠色畫出來 每年第一劑都在第一劑 下張圖表 每年第一劑 綠色那一塊一定都會漲的 那油價每年的高點 大部分時間都會落在6月份 你看連續兩張周線圖上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幾乎6月就會見高點 那下半年的油價 都會往下做一波修正 下半年會比上半年比較差一些 因為緊接的進入1月份之後 油價要開始大漲了 所以油其實很簡單 上半年比較好 下半年比較淡 那目前我們來看 最近國際油價 在去年12月底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去年 在10月份的時候 急殺了一波 對 那急殺一波之後 整個從12月份開始 國際油價要開始大漲 從每桶43.8 漲到禮拜一的65.5 這波漲上也蠻兇的 目前到了4月份 以目前來說 用油高峰期已經開始慢慢的 需求量已經開始降下來了 對 可是在這個連續4個月的高用油期 其實會造成油的庫存是在低庫存 那油在低庫存的時候 油價更不容易下來 對 加上油現在已經被 川普的一個政策上的工具 甚至於在政治上的一個 制作的工具 所以油價最近這兩個月要下來不容易 可是這也幾乎是到最後階段 是 這個大家特別注意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股市的部分 根據我長期研究油股的情況 其實油市跟股市是同步性的 因為這張圖表上面是台股下面是油 你有沒有發現到 這是月線 裡面收入了大概15年 油市跟股市的一個走勢 你有沒有發現到幾乎 油漲股漲 油跌股跌 兩個線型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如果知道這樣的狀況 以後你看油價表現 油價往往是領先指標 油價漲股價股市就會漲 油市如果跌股市就會跌 你看去年10月份 油市一路崩跌 股市整個也崩跌下來 我們看下張圖表 示範清楚 去年台北股市從10月份 11200 一路崩跌到9300 那段期間正好 油市也是大跌的 那從1月份開始 油市大漲股市也跟著上來 我們把這兩個圖形一起合併來看 我們看下一張 上面是德州清源油 下面是台北股市 最近這一年來走勢 是不是很清楚 你看油在10月3號高點76.4 股市在10月1號 比他早兩天11,062 那跌到油市在12月27間見底 股市比他多拖了一個禮拜 到1月4號見底 然後全部同步上來 所以往往這兩個市場 油市跟股市是絕對是同步性的 因為已經研究了十幾年快二十年了 所以對這個市場是很熟悉的 那往往在兩者之間 油它是一個領先指標 所以以後你們在看股市的時候 你看油市的變化 它會給你很明確的對股市的一個預期 這是今天正好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分享我個人對於油的看法 希望對大家能夠有進一步的幫助 感謝林老師精彩的分析 我覺得大家應該還是聽得意猶未盡 那如果想知道更多個股資訊 及選股的策略的話 可以加入林老師的Light 也持續收看我們財經急檢視 下次見掰掰